手臂上刺上顯眼的16年4月10號 因為這天改變了強納森的人生 2016年當時才18歲的強納森 在美國芝加哥自家門前 正從車上拿取手機充電器時 遭到不明歹徒連開七槍 其中一槍射中背部 造成脊椎骨折 下半身癱瘓 不願受身體限制 那年秋天強納森人決定就讀蒂伯大學 他打輪椅累球賽 同時也回到曾治療自己的施瓦布 復健醫院 擔任同儕導師 激勵其他脊髓受傷 病友重拾對人生的希望 但這並不容易 因為久坐輪椅身體三不五十出現 入瘡 讓原本就有焦慮症的他 情況更惡化 但是最困擾的是需要使用 導管上廁所 一路陪伴強納森走過 復健之路的母親赫琳達 知道兒子內心的煎熬 在兩年前決定去蒂伯大學進修 讓兒子有能量堅持下去 今年六月 強納森完成四年的大學學業 和母親雙雙畢業 母子兩人開心擁抱 如今強納森人對未來人生 有很多美好的夢想 他想要能夠獨立生活 遇到人生的另一半 擁有幾個孩子 就像他的父母一樣 公視新聞網雅方編譯